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一年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 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甚至一度的遭到了苏联的核威胁 那么毛主席是如何应对的呢 1969年珍宝岛冲突爆发 这让中苏关系走向了深渊 为了应对苏联沉冰百万的威胁 我国迅速响应 修建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部队调动频繁 国庆节前夕 毛主席专程把周总理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因为总理也拿不准苏联下一步行动 万一苏联趁着我国国庆活动到北京搞偷袭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一番研讨后 毛主席气定神闲地表示 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 提前放好原子弹 但也要注意不要对外公布消息 听到毛主席的安排后 周总理也瞬间明白了歧义 自从我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后 每次都会发布爆炸成功的消息 以此来振奋明星 而这次 毛主席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试爆原子弹 但不宣传 那么主席是如何安排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69年中苏边境摩擦不断 到后面更是直接爆发了珍宝岛冲突 面对苏联威胁 毛主席向全国号召 准备打仗 到了8月底 美国情报局更是向外透露 苏联很可能会对中国先发制人 得到消息的毛主席决定抢先一步 于是我国在9月的28号和29号两天 连续做了两次核试验 也是在这两天 美国与苏联的地震监测中心和卫星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接受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那由此他们判断 很有可能是中国在进行核试验 但这也让两国十分疑惑 此前中国的核试验 明明都大肆地登报宣传 那为何这次却没了动静呢 难不成中国也在备战吗 苏联高层多次开会讨论 可最终也没有结果 那为了自身安危着想 苏联只好放弃了破坏新中国国庆阅兵的计划 不敢有任何行动了 他防止中国向苏联发射核弹 可能他们这些外国人也想不到 这正是毛主席做出的一个计谋 是孙子兵法中的空城计 在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中 曾有苏联官员放话 应当动用300枚以上的核武器 对中国的各个城市进行密集打击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人民都生活在了一片阴霾下 中央领导们一致认为 我国不能就此低头 大不了同归于尽 毛主席在听到大家的讨论后 则提出了一个更加安全的办法 毛主席认为 一旦苏联使用核武器 那我们就可以全部到中苏边境 核弹一落地 直接冲到苏联去 几亿个人直接在苏联安家 我们人都可以抢占先机 破坏掉苏联的所有基础工业设施 到时候中国人和苏联人 全部混在一起 苏联也不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 在此基础上 毛主席还说 只要苏联敢发射核弹 我们国家的核弹就都打到美国去 让美国与苏联互斗 而这也是著名的换家战略 只要留有中国人的火种 我们就不怕 当美苏两国得知毛主席的策略后 瞬间炸开了锅 苏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美国也无法袖手旁观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